2018年的东京改装展上 一台金色的丰田super被缓缓的推入展区的正中心 在一众性能怪兽和四轮雕塑中 这台车显得有些简朴 甚至有些寒酸 展台上工作人员骄傲的说道 这台车的急速可以开到380麦 台下一阵唏嘘 380就这 诸多牛北的记录 380也就是知乎抖音的平均水平 你嘚瑟个啥 诸位先别急 这还没说完 这记录是有两个前置条件的 一 这是20多年上世纪前的记录 二 这个记录是在非赛道的大马路上跑出来的 如果加上这两个条件 即便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牛马 多少又显得有些牛马了 说回到车本身 这台即将被拍卖的金色Sopra 来自日本顶尖改装品牌Top Secret 它的动力来源是一台恐怖的V12引擎 而这台引擎 来自当年日本用来挑战劳斯莱斯的野望 丰田世纪 人们惊悍 是什么样的机械先驱 才能把这样一台V12 塞进Sopra 那并不是很宽敞的车体 并且还顺带塞进了HSK大涡轮 而打造出这台超级牛魔王的人正是 世界级的超速管饭 欧洲超速记录保持者 万岸五夜的金色魅影 顶级改装品牌Top Secret的主力人 AKA Smokey 永田和雁 1963年2月24日 永田和雁出生于北海道 开局虽然没有随机到大城市 但是北海道这个地方 在日本属于风光秀丽 地广人稀的状态 宽敞自然 就好撒欢 于是永田很小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越快越乐 五六岁的永田 每天在街上风跑 辗转腾挪之间 同龄人没有人能追得上他了 街坊们都觉得 这孩子长大了 搞不好能在田径上拿个名字 结果就过了两年 永田觉得跑着不过眼 改骑自行车了 在日常的横冲直创后 邻居们想 没事 自行车大小是个奥运项目 这孩子还是有前途的 结果又过了两年 年仅十三四岁的永田 开始骑摩托车 翘头甩尾 村里顿时鸡飞狗跳 防倒无塌 在老永田 陪了三只鸡 五条狗 两头猪和一个围墙后 家里的经济状况 在小康之上 继续锦上添滑 成功迈入了贫挪 在一连串时间下 老永田总算下定决心 叫醒一下儿子 他把永田喊到身旁 愤怒地说道 你说你十几岁还没个正行 整天骑个破摩托到处跑 像话吗 永田吓得低身斧头 大气都不敢喘 认真地听着老爹的训绩 男人既要追求速度 骑个摩托车 算什么回事 上车 为父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速度 是的 你没听错 能生出永田荷燕来 老永田自然不是等闲之辈 老永田的爱好就是飙车 而且在大街上飙 在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下 坐在副驾上的永田荷燕 一下子就打开了世界的油门 对呀 我的两条腿是有极限 无论我多努力的登车 总是有腿抽筋的时候 除非不靠这两条腿 所以 人间をやめるぞ 呃不是 我不骑车了 我想开车 开大车 小马拉大车 属实让这小子给玩明白了 大家伙子谁不想开车啊 年仅14岁的永田 提出这个想法时 给狂轰油门的老永田 猛呛了一档 毕竟 在赔完村里这一串损失后 永田家里的情况 在反平的道路上 快马加鞭 一记绝尘 就这样 寒舍而出的爷俩 待所而归 后面的日子造就 老爷子 飙汽车 儿子 飙摩托 但是儿子的请求 并没有被老爹忽视 一年之后 一辆拖车 停在了永田家的门口 年仅15岁的永田 得到了他人生中 第一辆车 的尸体 一辆来自三菱的GTO 这辆车 除了喇叭不响 哪儿哪儿都响 除了轮子不转 哪儿哪儿都转 但这终究是永田和宴 梦开始的地方 至此 邻居们发现 曾经在街上 横冲尺寸的永田和宴 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永田家院子里 不停传来的 扳手 敲废铁的灶 在打了半年铁后 某日下午 一名在分田任职的 机械师 在下班路上 看到了一个 激窝头少年 拎着一个大扳手 在和一辆 爆飞车叫戒 伪和的画面 提起了机械师的兴趣 这孩子对机械的热爱 让其感叹 真是个好苗子 帮一手吧 从这天开始 这位机械师 每天下班路上 机械师很满意的说道 小伙子 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好好上学 未来一定是个好车手 这句话在多年后 一语成语 全球最知名的超速饭 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好了 打住 你觉得依永田的尿性 车好了 第一件事是啥 下赛道 上盘山 玩公路 都不吃 这个戴着眼镜 看着文弱的机械少年 转天 就把车开到学校里 拉妞去了 15岁 没驾照 开着一辆 光当乱响的破车 在学校里 拉着姑娘一路狂奔 一路猛叫 当然 这乱叫的声音 是车发出来的 还是姑娘的 不太好说 这场面有多大呢 在永田回校之时 全校师生 交道欢迎 翘首一盘 校长当场宣布 小子 你被开除了 就这样 年仅15岁的永田和彦 和日本诸位大佬一样 没能通过中人考试 痛失初中学位 过了一阵子 听到这个消息的 机械师十分自责 深感自己 没有好好地引导 这位天赋少年 带上礼物 登门道歉 并说道 反正这孩子也不上学了 不如让他 跟我做个学徒吧 等到了年纪 实际就在我们这里 上班修车吧 听到这 全家人直呼大意 仿佛 但凡多考虑一秒 都是对家里的米刚的 不尊重 于是 16岁的永田和彦 进入了丰田的一家 售后中心 成了一名学徒 就这样 在日复一日的 班首活中 永田那颗渴望 速度的种子 在心里花枝乱颤 掌势喜人 1983年 在丰田售后中心 换了四年机油的永田和彦 已经完成了 汽车机械相关知识的积累 出色的手艺 在车间里备受好评 这时的永田 除了技术储备 账户上 也算是小有佳资 于是利用丰田员工的福利 趁着精品二手车内部换购 逃来了公司的一辆 二手试驾车 二代丰田势力架 注意 不是横扫基的那根 傻黑粗 这里的势力架 指的是丰田的C的C 又称东洋小爷妈 从这开始 永田的车间里的风平急转直下 因为永田基本上班时间 都在改自己的车 工作不好好干不说 还一直站着车间的举重 领导自然很不满意 公车私用 我不说你啥 毕竟你掏钱买了 公家的机油 给你私家车用 我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毕竟不差这两瓶 但是公家的举生机 你一直站着 客户的车 我用啥台 修理热物干不完 今年的3.25 你背吗 就这样 痛失学位的永田 在4年后 再度痛失公位 当时 适逢80年的中期 啥意思 卖掉东京 买下美国的昭和幻梦开始的呀 经济的繁荣下 最不缺的就是公子哥和富少 人一有钱就容易枯燥 于是找到了刺激 在关东地区的一个神秘地下组织里 正在慢慢的成型 组织名称 Main Night Club 中文名 湾岸无叶 不同于山路飘移的豆腐佬 这群人对于灵动的飘移 细腻的操控兴趣不大 他们追求的是简单极致的做大死 具体来说 就是大半夜在街头急速狂飙 另外插一嘴 他们应该体会不到拓海的痛苦 叔叔的奔驰 在他们眼里就是个买菜车 不存在 追不追得上 回头看一眼 都是掉价 这群呼啸在湾岸线上的有钱人 对于欧洲车根本不屑一顾 别说奔驰了 法拉利迈凯伦在他们眼里都是弟弟 为啥 车太慢了 根本满足不了这些少爷的捉死的那颗心 别跟我说 你这些欧洲牛马急速有多少 人家80年代末期 就已经搞出了急速破300的恐怖机器 而且人家这300急速 能跑十几分钟不带缓游的 即便放到今天 有几个超跑 敢说自己能原厂急速跑十几分钟的 这背后 是无数大厂的设计师技师们 亲自下场改装 配合万岸少爷们 没有上限的预算 才能照出的速度机器 新车来了改排气 马力不够换引擎 强度不够就改建 从钢套到曲轴 全是断造 不行 再来辆大涡轮 就这样 这些弯岸现成的性能怪兽 随着80年的日本经济 一路奔腾 这就是JDM荣光的开始 那这时的永田去哪呢 答 在开大车 被丰田开除的永田迫于生计 正在跑长途运输 就这样 一路从北海道开到了关东地区 到了地方下车一看 咱来对地方了 都说知晕难觅 这地方到了后半夜 满街的知己 于是 永田在当地继续找了一份本职工作 在一家改装车行 给人焊排气管 这家车行的名字叫做 Trust Grady 没错 就是日本的改装品牌前三的Grady 如鱼得手的永田 继续着带心干私活的老毛病 但是在这里 老板分带没有POA他 反而很看好这个小伙子 因为当时 有一个另外跟永田一样的小伙子 已经闯出些名堂 那个小伙子 靠着自己一台调教的马自达RX7 纵横街道 并创立了自己的改装品牌 前辈诸遇在前 老板觉得 自家店里的鸡窝头小伙子 也有这个潜力 便给了永田很大的支持 让他安心的调教自己的座家 鼓励他参加万岸的赛事 于是万岸线上 一台通体金色的Supra丰田 开始崭露头角 在数场底下赛中 力压一众公子哥的姓蒙怪兽 被称为金色魅影 而这台车的车手 正是永田和烟 由于每次比赛开始的时候 他的Supra 因为恐怖的马力 触发前的烧胎 都会冒起很大的烟雨 在一团浓雾中 如同利剑射出 永田得到了一个称号 Smokey烟仔 江湖人称 万岸一流烟 没过多久 声名在外的永田 成立了自己的改装品牌 Top Secret 开始给有钱人 提供改装车定制服务 超越了当年的Grady老板 给自己树立的榜样 对 前面的车行老板 说的那个榜样 叫做羽工勇美 他创立的品牌 叫做RE羽工 时隔多年 羽工这两个字 依旧是转子跑车的伎俩 时间到了2000年 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 在日本的飙车党已经不再有那么肆无忌惮 毕竟钱开始是钱了 像以前那样一场比赛跑费一辆车的玩法 已经烧不起 永田和彦虽然每天依旧在为客户 改装调教各种性能车 但朋友们的陆续推坑 也让他深感寂寞 于是在2000年的某一天 他喊来了自己曾经的朋友们和各路媒体 向大家宣布 自己要干一票大的 想要再创辉煌的永田宣布 我要挑战公路上的急速记录 消息一出 众人纷纷表示期待 没人怀疑永田和彦能不能破记录 大家只关心永田和彦能把这项记录抬到多高 功欲善其事 比先利其器 永田和彦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座驾挑战 多年飙车生涯 让他和Supra产生了深厚的羁绊 于是他决定 这次的挑战 他仍旧选择Supra 作为自己的挑战用车 敲定了车以后 开始全引擎 因为那一代的Supra的发动机 还不是2JZ 于是永田把自己的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GT2 Skyline 永田把Skyline的RB26塞进了Supra里 这操作 隔壁素季的奥康纳都馋哭了 11月4日 永田带着这辆混种的Supra来到了英国 并喊来了多家媒体 包括了Opinning Max Power 甚至英国本土的Top Gear都听到了风声 当天夜里 A1高速公路上 永田的金色Supra 缓缓驶入指定位置 路旁站满了媒体 永田在车内躊躇满志 舞台很大 为确保这次露脸能让更多人看见 永田特地安排了告诉摄影师 随着标志性的拉烟弹射 Supra再一次 像子弹一样射出 现场很多摄像机 甚至没能完整拍下这一过程 永田便完成了挑战 经测速 永田的急速超过了320mph 全新的记录就这样诞生了 完成挑战后 缓缓降速准备掉头庆祝的永田 突然听到了警笛声 狂喜的永田猛的一惊 坏了 光想着露脸了 没想过 这露脸给媒体 也露给了警察 第二天 伦敦的警察局里 上三骑的白人警察黑着脸 一个日本人 未经报备 跑到伦敦来飙车 我们大英不要脸的 就这样低压的氛围下 双方通过了英语 日语 手语 纯语 肢体语言多过籍 多物种的沟通方式后 除了永田口河想喝水 警察一句有用的没问出来 好不容易翻译到了 警察忠心思想就一句 你呀 昨晚飙车飙到了300对吧 翻译传达后 永田怒道 这帮孙子咋骂人呢 300 你看不起谁呢 300还知我跑到英国来吗 你告诉这帮孙子 爷昨天晚上创的记录是320 320 高高的 你上秤都不会缺金少两的 不信 咱这有拍的录像带 结果警察一听 当时眼睛就冒光了 正愁没证据 有了这盘带子 高低给你安排个十年误导 等翻译再翻到永田这边 永田的鸡窝头都炸了 心想 这下完喽 还寻思露个大脸呢 这下不能不能回去都两说了 我可怎么跟羽公 道田他们解释 离我都收了 正当永田绝望之际 警察那边也绝望了 当时的英国制式是PAL 而日本的媒体拍的带子 是NTSC制式 别说伦敦了 就是全英国 短时间也够呛能找出一台 能播放这带子的电视 永田一听 立马来劲了 咬死不认自己开过了300 如果你们警察局拿不出证据 到点就得马上送我走 人权 人权你们懂吗 24小时后 永田在一众带英警察的磨牙声中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警察局 隔天立马坐飞机跑路 飞机上永田看着索尼公司生产的 NTSC制式的高速摄像带 一阵亲吻 就差给索尼磕一个了 经过漫长的飞行 飞机终于飞到了东京上空 与出发时的豪情望战不同 此时的永田心情无比沉重 本想露个大脸 结果差点搞出外交事件 脸没露成不说 自己还落了个十年 不得进入英国境内 这都是小事 反正也不打算跟那些英国蠢货们打交道 主要是车也被英国警方 强行拉走给压伸废银了 鸡血都砸在那里 但是永田没想到的是 飞机一落地 迎接他的是日本车迷们 海啸般的欢呼 全世界的公路车迷都知道了 这个来自日本的顶级改装品牌 Hop Secret 同时也知道了 这个来自于日本的眼镜男 他用一台SUPER 在公路上跑出了320的急速 一时间 世界第一超速饭的名号 铺满了世界各大汽车杂志的封面 几年后 永田再度出击 在意大利南部 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辆V12SUPER 创下了380的公路急速级路 那一天 意大利的超跑们 再一次闻到了来自于JDM的尾气 然而 这也成了永田为JDM留下的最后的绝唱了 2015年4月3日 速度与激情7在北美上映 影片中 陪伴着影迷车迷走过了13年的布莱恩·奥康纳 在片尾 驾驶着一辆白色的SUPER 与主角唐老大的道琪挑战者 渐行渐远 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 虽然这一IP在后面还陆续出着电影 但在很多影迷信中 速度与激情 其实早在那一刻就完结了 从此以后 电影里充斥着各种美式肌肉和欧洲超跑 却再也没有那个开着日系JDM的布莱恩了 JDM日渐没落 由此可见以来 如今的永田和彦 仍旧经营着Top Secret 致力于打造高性能的GTR 多年以来 经过他手下的佳作品出 但是永田已经很久没有将自己标志性的金色 镀在新的作品上了 18年的一个纪录片中 永田和彦正在倔强地研究着 如何将新款的GDRR35的引擎 塞进一辆R32中 这可能是他对那些年代的最后的注意 当天际线落地变成了战神 属于JDM的奔同年代 终究是回不来了 一切都在改变 但好像一切就没有改变 无论是呼啸弯暗现场的金色魅影 还是叫嚣英国警察的世界第一超速犯 也许在永田和彦行中 他一直都是那个在北海道街头 横冲直创 渴望急速的撒欢少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